美味的素汉堡 做起来竟然这么简单 准备点自己喜欢的食材 一组装就完事了 难怪汉堡是快菜 是真快呀 燕麦面包 从中间给它切开 讲迟的燕麦面包做法了 可以看我上一支视频 来两块胃来肉 这个素肉的主要成分 是豌豆中分离的蛋白 再加上其他一些调味料 口感上非常像肉饼 素肉里本身含有油 所以锅里加一点点油煎它就可以 煎到两面金黄就可以了 因为是素的很容易熟 剩下的就是组装了 来几片生菜 加上肉饼 淋上平时您喜欢的酱汁 我这里直接用的就是烧烤酱 再来一层西红柿 盖上另一半面包 齐活 这个汉堡就完事了 做法简单 味道超赞 唯一要提醒您的 一个人要配俩汉堡 不然不够吃哦